中央设计者黄丽宇因台北28日电 北市一名方姓女大生日前搭公车时 因身体不是昏睡车上 醒来时车上漆黑且空无一人 但因车门上所无法下车 紧张到拨打110求助都忘记公车路线 带警方到场协助才脱困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区万方派出所缘 警理燕伟在26日凌晨临时许接获通报 指出有民众在万美街一顿受困 前往原住才发现是现年20岁的方 女受困在公车总站内的无人公车上 方女表示当晚时时 她自北市东区搭乘公车要返回警美住处 但因身体不是于中途废着 不料醒来后却是漆黑一片 且公车上空无一人 犹如恐怖电影的场景 脑海只有浮现我怎么会在这里的念头 由于公车门已上锁 受困在公车内的方女 当下便拨打110寻求协助 却因过度紧张 一时连自己搭乘的公车路线都记错 警方接获通报立即赶往现场 并通知公车站务人员到场协助 方女才顺利脱困 由于夜深交通不便 远景基于安全考量辩护送方 女安全返家 交集的家长也感谢 警方协助106万112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